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林,那我又回来了 我们今天依然是讲的基础表达,也就是我们日常会用到的一些表达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几个系列呢?我们看一看 一,二,三,四,依然是四个系列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系列吧 第一个系列呢,我们先看一下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哇,这是游乐场里面的过山车 过山车,这样子,过山车 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来到游乐场坐上了过山车 坐上了过山车,我们肯定很开心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教的是大家的是如何表达开心 我们很开心的时候会说,哇,我好开心呀 我好开心呀 所以呢,就像现在,任何人坐上过山车在游乐场通常会大声的喊 哇,我好开心啊 那我们再看的是游乐场里面坐过身车的 大家看一下 过身车里面坐着一名男士,一名女士 那男士呢,穿的是蓝色的短袖 女士呢,穿的是黄色的短袖 那他们坐在过身车里面,这有安全带 这里有安全带 安全带是为了保护过身车里面的人的安全 所以呢,我们还要说的是 一般情况下,去游乐场 很多时候呢,是两种人会去 第一种人就是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 通常是情侣 情侣 也就是,他们两个是男与朋友的关系 男与朋友的关系 还有一种情况呢 通常是 爸爸妈妈带着家里面的宝宝 爸爸妈妈带着宝宝去游乐场坐过山车 哇,过山车,好开心呀 那,接着我们要看的是第二个系列 第二个系列呢,这里面依然是有一名女士 那,我们看一下 这名女士呢,穿的是橙色的上衣 扎的是一个小小的丸子头 我们再看一下 嗯,她在干什么呢 她在打电话 喂,喂 她打电话干什么呢 她跟她的朋友 也就是这个穿白色短袖的这名女士 扎着马尾辫 她跟她这名朋友在约时间一起吃饭 吃饭 大家看一下 哦,他们可能在吃的是 看起来像吃的丸子 看起来又像汤圆 总之,他们在吃饭 那,这是一个蓝色的碗 她用的有筷子 还有勺子 那我们还记不记得昨天 凌给大家讲的 这名女士 她跟另外她的朋友打电话 约一起吃饭的时候呢 他们约了时间 约时间之后呢 会说什么呢 我们会说 好的,没问题 我们明天见 不见不散哦 那果然我今天又来了 跟大家不见不散 接着我们看 她跟这名女士 她说 哦,喂 哦,我们约的 星期一去吃饭 可是我这边没有时间呀 我们约的星期一去吃饭 但是我这边没有时间 我这里没有时间 或者我说 哦,周一我没有时间呀 周一我没有时间 那接着她会说 大家看一下 一,二,三,四 哦,她会说 周四行不行呀 周四行不行 我周四有时间 周四可以吗 那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讲的是 如果给朋友约好了 嗯,时间一起吃饭或者见面 那但是你没有时间 一定要记得打电话告诉你的朋友 或者发信息告诉你的朋友 如何说呢 如何表达呢 你要说 喂 朋友 喂 叫你朋友的名字就可以了 比如你说 喂 喂,林 我们约的周一一起吃饭 但是我没有时间 很抱歉 很抱歉 我们周二一起吃饭可以吗 林会说 好呀 没问题呀 那我们周二见吧 不见不散 所以大家记住了吗 如何更改你的约会的时间 就是这样表达的 接着我们要看的是第三个系列 第三个系列呢 是一种命令的口气 命令的口气 也就是它会表达要求 要求你做什么 这里这个图片里面 大家看是这个穿黄色裙子的妈妈 那她跟她的女儿 女儿也就是穿蓝色短袖的女孩子 小女孩在说 说什么呢 她在说的是 大家看这里是洗碗池 这里很多盘子 需要洗一洗呀 洗一洗 所以 这个妈妈怎么跟 她的女儿说呢 她怎么说呢 她会说 去 赶紧把碗给我洗一洗 赶紧把碗洗一洗 听见没 一般情况下 这种口气表达是命令的口气 那通常呢 命令的口气呢 听起来会让人不太舒服 那所以呢 我们通常呢 只是会要求你 或者是 当我们说 它是命令的口气的时候呢 通常是一种 长辈对晚辈 比如 比如像 妈妈对女儿说 去把碗洗一洗 或者是 上级对下级 她可以用命令的口气来说话 大家明白了吗 平时表达 尽量不要用命令的口气 否则让人听着 很不舒服 心里很难受哦 那接着 我们再看 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呢 是 一名男士 他穿的是 粉紫色的上衣 粉紫色的上衣 那这呢 这是一名 安全员 或者是 维护秩序的人员 那我们平时在 看一下 平时在哪里 会看到这样的场景 这是什么 这是过安检 安检 安检机器 平时我们会在地铁站 飞机场 或者是公共汽车站 这些地方 看到这样的场景 通常情况下 当你的包包啊 或者是你提的纸箱啊 或者是各种携带的物品 都要过这个安检 过安检去检查 检查 检查里面有没有违禁 或者是危险物品 那这里我们看一下 这个安全员 他说了什么 他说的是 先生麻烦你 把你的手提包打开 先生麻烦你 把你的手提包打开 所以大家听好了 一般情况下 这样的语气通常是比较严肃的 比较严肃的 那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 这名男士呢 必须答应 必须答应 他必须要打开 必须要打开 否则 那可能会受到一定的惩罚 或者是一定的强制性的要求 所以我们这里 我们这一个系列 讲的是一种强制性的要求 你必须做的事情 就像妈妈对女儿说 去把碗洗一洗 女儿必须要做 这里呢 安全员对这名男士说 先生把你的包打开 把你的公物包打开 那这名先生必须打开 必须打开 大家明白了吗 接着我们要讲的是最后一个系列 最后一个系列呢 我们讲的是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辆汽车 一辆小汽车 这呢 是一名男士 他穿的是黄色短袖 白色裤子 那大家看 这个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哦 是他的汽车 爆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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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看当这名男士发现自己的车爆胎的时候呢 其实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 我们通常是比较无奈 更多的是生气的同时呢 又很无奈 因为大家看 哦 他的车子是被某某某某一个物品 某一个尖锐的物品扎到轮胎了 所以轮胎就爆 所以他会比较生气 天哪 我的车被谁给破坏了 天哪 这是谁把我的车破坏了 谁 通常是这样的一种表达 天哪 谁 然后呢 我们再看 这里 这里是一名女士 她穿的是粉紫色上衣 白色裤子 这里呢 是一只狗 一只狗 这只狗狗在干什么呢 她在咬 她的鞋子 咬这名女士的鞋子 这个时候呢 这名女士 她很生气 你个臭狗 咬我的鞋子 我打死你呢 通常中国人会这样表达 就是当你看到很生气的事情 或者是很生气的这种情形的时候 她会说 脱口而出就是 你这只坏狗 我打死你呢 你咬我的鞋子 通常是这样的表达 那今天这四个系列的表达呢 铃就先给大家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有美好 开心的一天 我们明天再见 不见 不见 不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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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